老師現在要教的是線段的等分 我們怎麼把一個任意長度的線段做等分 譬如我這裡要把它等分 最簡單就是看它幾公分 除除看 47公分 如果要3等分 C除3 47除3 多少 2.333333 44 是無窮小數 對不對 反正年考 那個2.3的話 3 誤差值不會很大 如果你忘記 你就用除除看的 知道嗎 好 可是我們現在先教你方法 來注意看喔 我現在就是在 其中一端 畫出一條 斜線 知道嗎 畫出一條 任意一條斜線喔 可是這條斜線喔 最好是45度 最好啦 你不要去量喔 因為 等一下老師告訴你 如果你這個斜線太平 或是太垂直的話 會有哪一些弊病 好來 我們就大概45度 好來 這邊 任意取 某一個單位 譬如我要三等份嘛 你不要用一公分 為一個單位 因為我會稍微看一下 這裡的 長度 哈 所以我就用兩公分 有沒有 好了之後咧 我們現在就是要畫平行線 端點接端點 有沒有 端點接端點 我現在 好 再 平移 再平移 這裡就被我三等份 知道意思嗎 我現在就是畫平行線 你們 知道意思嗎 老師再畫一次喔 我再畫一次喔 任意一條斜線 從一端 畫出 一條斜線 現在老師告訴你 如果你取的單位太小 來 給我一公分 一公分 一公分 來 老師可不可以求你一個問題 來 求你喔 同學 這兩條線 哪 哪一種情況 它的焦點 會比較 準確一點點 是上面垂直 因為它交叉的地方 比較小嘛 面積比較小 可是這種 你這裡 交叉面積是比較大一點點 你有時候在點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產生誤差 啊 知道意思嗎 所以老師剛才說 你這條線不要太斜 就是不要造成這種 現象 啊 這個單位不要取得太小 一樣 你有時候太斜 齁 所以老師 整理一下 把它用兩公分 有沒有 好 再來端點接端點喔 這裡同學常常忘記 端點接端點 好了 知道畫平行線 其實 注意 聯考 在考試的時候 不必要的線 你就不用畫出來 為什麼 請問你 你要不要畫這條線 這是多畫的 你等一下還把它擦掉 是很白 就不要 齁 老師再來 這裡 有沒有 我就是把焦點取出來 就好 阿山是什麼 線段的三等份 所以你看 第三十 六月 這五公分 有沒有 你去注意看 這個是把它九公格 所以是五公分把它幾等份 三等份 有沒有 就可以畫出這個圖形 好 來 同學試試看 畫三十六頁